为什么我们可以闻到气味 菲菲你小心一点 注意安全 没事没事 我这么厉害 怎么可能出事 这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突然把小气球吸进去啊 看它的形状 这里应该就是鼻子吧 我听说这是用来闻味道的地方 那这些气球应该就是气味吧 它们的名字好像是叫做 叫做气味分子 对对对就是叫气味分子 是谁在说话 我是管理这个鼻子的馆长 欢迎你们来到这里 馆长 那刚才是不是您把气味分子吸过来的 是啊 因为它们进入到鼻子里 经过一些处理 人类就可以闻到成千上万种味道了 什么面包呀 青草呀 香水呀 数都数不清呢 哇 这么厉害呀 对呀 我刚刚吸进来的这些气味分子 就是一种特别好闻的花香呢 怎么样 你们要不要来体验一下呀 馆长 这些气味分子被吸进来 人们就可以闻到味道了吗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了 你们知道吗 这些气味分子啊 平时是在空气里飞来飞去 人类呼吸时 气味分子会跟着空气一起进入鼻子里 它们一路飘啊飘啊 飘到鼻子的最高层 在那里 有很多小手手等着它们 这些小手手叫做嗅觉受体细胞 细胞抓住气味之后 就会一下子变得很开心 开心的都能发电了呢 这些电一直向上传 最后进入大脑里面 大脑会把自己收到的电进行分类 有些电能让人开心 它就叫做香味 有些电会让人讨厌 它就叫做臭味 这样啊 人类就闻到味道了 难道这些嗅觉细胞都没电了吗 我怎么闻不到什么味道呀 大概是因为 刚刚吸进来的气味分子快用完了 只剩下这几个 所以形成的味道才会非常淡 你说的没错 就绝细胞抓住气味分子越多 味道才会越浓 不过 别失望 我可以再为你们示范一次哦 糟糕 这是抽味分子 菲菲菲 你小心一点 鼻子里面是很脆弱的 你不要忘了呀 菲菲 怎么了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个裂口这么大 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止血 这可怎么办呀 别怕 我这就把伤口堵住 菲菲 不能随便用棉花给伤口止血 这里面可能藏着脏东西 你这样做会给伤口造成感染的 那怎么办呀 呼叫指挥官 呼叫指挥官 我们正在鼻子里面 这里发生意外 请求冰块支援 真没想到流鼻血还可以这样处理呀 没错 你以后一定要记住 流鼻血的时候 不要随便用棉花或者纸巾堵住伤口 因为它们很有可能带有细菌 这么做也许会让鼻子再次受到伤害 我以后再也不会那样做了 如果大家的鼻子流血了 也要先找冰块或者冷毛巾 不在鼻子 颗头或者后脖颈的这些地方 帮助鼻子止血 如果找不到冰块 小朋友们也可以先捏着小鼻子 微微低下头 但千万不要扬起头来哦 因为这样做会让鼻血往回流 进入咽喉和食道 很有可能造成呕吐和咳嗽 严重的时候还会危及生命呢 哎呀 原来这么危险啊 那小朋友们流鼻血的时候 一定不要养头哦 不过我们不能一直依靠这些止血方法 大家也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的小鼻子 小朋友们不要总是用手指挖鼻口 否则啊 就会像今天这样 让鼻子流很多的血 而且啊 小朋友们还要多多打扫卫生 让家里保持失恶 最重要的是 大家要经常锻炼 拥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才能让小鼻子减少生病哦 今天学到的知识是不是有点多呀 没关系 我编了一首小口诀 来帮助大家记住它们 倒鼻子 就吐大 闻闻味道全靠它 气味飞进鼻子里 就学细胞底紧抓 手指也要伸进来 鼻腔脆弱别碰它 流血不要棉花擦 应快止血紧刮刮 鼻子真是太脆弱了 如果以后遇到坏人 它可怎么办呀 它应该很难遇到 比你更会搞破坏的人了 其实呀 真的有一群小坏蛋 常常过来搞破坏呢 它们就是硬毒和细菌 我听说这些家伙可厉害了 那鼻子要怎么对付它们呀 鼻子有两个小绝招 一个是用大水冲 把那些坏蛋冲走 如果这招不管用 它就会使出第二招 让大卫王勇士吃掉细菌和病毒 原来鼻子还有这么厉害的能力 好想留在这里 见识一下呀 多多 飞飞 你们又有新任务了 我刚刚接到消息 耳朵最近听到的声音 总是特别奇怪 你们赶快过去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是 你赶快过去看看 你赶快过去看看